你这个灯徒子居然飞离我 我打死你 外面什么这么吵 谁啊 素素 你 你怎么出来了 你不是在棺材里 你拿锤子干嘛 爹 等会再跟你说 我先把这个大色魔给锤死 它居然飞离我 居然在棺材里 棺材里压在我身上 嗯 没搞错吧 小言压在你身上 不对 你不是魂魄都已经消散了吗 怎么突然火了 来 让爹看看 爹 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就醒了 我隐隐感觉有什么东西 在我的额头上 很烫很烫 然后我就醒了 醒了之后就发现 这个家伙在我的身上压着 手还放在 放在那里 不过现在从棺材里面 出来就好多了 爷爷这个家伙是哪来的 你认识他 哎 你这个丫头 快跟我一起把他扶到房间里 他是小远 你应该叫他师弟 爹 他怎么会在我们家 还有 你收他做徒弟了 素素丫头 你肯定误会小远了 他其实比你好不了多少 是你田爷爷让我收留他的 他也是五臂三缺之人 但是很奇怪 我却看不透他的命格 应该是被高人修改过命格了 不过这不碍事 我好奇的他怎么会睡到你的棺材里面 我也不知道 可能他走错棺材了吧 或者就是他别有企图 这就不知道了 难道 你刚才说只有祖师爷的纯阳之气和心头血化成的巨灵 不 回魂服 才能救回素素妹妹 是真的吗 这是自然 祖师爷到法 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就行了 我隐隐感觉有什么东西在我的额头上 很烫很烫 来 丫头 让爹看看你的额头 好的爹 你看看 天一秘术天眼 爹爹 怎么样 我 我没事吧 丫头 你 你怎么 你的魂魄已经完整了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你现在比之前的任何时候都要好 而且你的命力也变得顺风顺水 再也不用担心会有劫难了 真的吗 那也太好了 丫头 我觉得小远这孩子身上 应该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 但是他应该不会害你的 晚上的时候 他还在问我 怎么才能救你 所以我觉得 爷爷 你的意思是他救了我 不可能吧 他这么瘦弱 我不太相信 等他行了问问就知道了 这样 你在这里看着他 我去给他拿床被子 真的是你救了我吗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把你踢出棺材也是你活该 谁让你把手放在人家那里 这家伙不会死了吧 去看看 喂 臭小子 你没死吧 怎么没反应 不会真的死了吧 我没有多大力啊 听一下心跳 怎么都没心跳了 我的天 不会真的死了吧 怎么办 怎么办 你可千万别怪我呀 我只是轻轻地踢了你一脚 你就算变成乐鬼 也别来找我呀 我 我是天鸣 对 我也是个天鸣 美女 再回望 隐隐一一笑被珍藏 前冲阳 只为那片月光 修情有花香 将生死深藏 愿与君梦前敌场 你那么美 少年浪 会微笑 与君相对 好似热面的花椒 一无二岁才感谢 月色太轻敌 落叶奔飞 江楼不少笑 小远 你醒了 咦 你的脸怎么这么红 素素丫头呢 这 我 我 刚才我醒了 她出去了 应该 应该一会会回来的吧 哦 行 小远 我刚才看你温倒了 怕你着凉 准备去给你拿床被子 但是没找到 不过你怎么醒了 刚才还在昏迷呢 啊 就晕一会 师父 我的身体强装着呢 嗯 那就好 小远啊 我问你 你怎么会睡在素素的棺材里 哦 啊 师父 你不是说回魂符 可以救回素素吗 后来我想了一下 就按照你给我的那本书上学了一下 然后就画好了 感觉也不难啊 不过画好符咒之后 我透支了精神力 后来就眼睛一黑 啥都不知道了 刚才醒来了之后 就发现自己在这里了 画符简单 但是需要画出强力的回魂符 除了舌尖血 就是心头血 我看你的舌头 也没受伤 小远 你是用什么写画的 啊 我看棺材上 有一颗棺材定掉了 我不小心刮破手了 就随便画了一下 没想到居然画成功了 想着试试 于是就进棺材贴在素素的额头上了 没想到还真走运 素素居然活了 哈哈 这下师父放心了吧 我就说素素负大命大 真的是这样吗 难道这小子的血有奇效 不对劲 但是也想不出哪里不对劲 小远 我怎么感觉你小子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呢 卧槽 难道和素素精准的事情被发现了 不对 师父没看的 我不能自乱正经 那个 师父 素素刚才出去了 已经过了很久了 天色这么黑 他一个女孩子在外面很危险 咱们一起去找找吧 有什么事情 咱们回来再说 放心吧 素素从小就在这里长大 不会有事的 不过你说的也对 咱们出去看看 这丫头跑哪里去了 我擦 好险被发现了 师父等等我 本集播放完毕 请您点赞评论分享 下集更加精彩